市長午安 市長昨天睡得好嗎 不好意思啊 不太好 怎麼回事 還好 還好 市長你昨天幾點回家 10點吧 10點多 所以說你回家之後沒有跟我們夫人多聊點什麼嗎 有勸他少寫 然後呢 然後他不理我 然後呢 所以他半夜發文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我看他沒有辦法溝通 我就說我先去睡覺好了 哦 好啦 其實市長 我個人呢 覺得說其實一個時代女性都會有自己的發言 那我認為就是說 市長呢 跟夫人都一樣 應該把這些事情看作就是整個過程 總質詢裡面的小事情就好了 不要放在心上 我還是希望市長能夠專心於我們的市政 好嗎 好 好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就要開始今天的這個質詢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呢 某個國小的公告 它上面寫的尊敬的社區方理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請勿於校園周遭喂養流浪動物 以維護校園學生的健康及安全 那麼經過的許多家長的反應 認為這是對學生不好的教育 更糟糕離譜的事 他說如果不聽勸主的話 要向動保處來檢舉 那動保的保護法 他也依法寫的跟真的一樣 有下列的情勢之一者 儲心臺幣3萬元以上 以及我想他的意思 應該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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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連連數字都寫作 要除以這個這個後面15之後幾個零的萬等於要罰到15億也 哦 嚇死人了 總而言之 市長 你曾經在2014年好 你的新政動物友善城市的時候就說了 我主張讓寵物開心的養老有尊嚴的善終 因此我們鼓勵民間成立動物養老所幫忙無法再照顧的四主人道 關懷寵物的餘生 是不是 對 這個承諾會不會跳票 現在還是有幾家民間的 不過 根源報告 我們動保住從105年開始 其實就是有釘釘的 這個我知道27號質詢的時候你已經講過了 但是我也問過你 那如果低收入戶怎麼辦呢 市長 我跟您報告 如果是我們的低收入市民 他根本沒有辦法把這些寵物一定就送到 這個我們認為可以協商的這個寵物中心去安養 因此我認為冠中您的證件 有效的辦法 應該是在台北市率先全國去成立 勢力寵物長照安寧中心 那基於這個目標是確認我們台北市 是不是一個友善城市 這個時間請暫停一下 副議長 主席在今天會議前 我已經征詢過我們今天議事廳的同意 好 所以會有一隻我們動物代表 要來寫陳情信給我們的市長 請問他可以進場嗎 OK 沒有問題 謝謝 市長 我跟您介紹一下 他是我們台北市的照顧權 那他已經10歲了 他叫做迪歐 他親自要來跟您成情 就是為了能夠成立市立 寵物長照安寧 好 請柯文哲市長支持成立市立寵物長照安寧中心 好 我們看看 可以嗎 要看著市長 可以嗎 好 來 謝謝市長 市長 幫我跟您說謝謝 來 過來 來 過來 我們要是補助 對 補助 OK 謝謝市長 OK 謝謝市長 快點 跟您 謝謝市長 好 好 好 OK 好 謝謝市長 好厲害喔 訓練到這麼好 謝謝市長 這是很老的 嗯 他是要視力 我們在哪 我們在動物之家會弄 將來可以把它安排進去 安養早館 對 現在有補助計畫 謝謝市長 那接下來我想要詢問市長的事 還是有關於錢貴的事件 好 市長 這個是之前啊 錢貴給的 就是說到了醫院 我們受傷的人 他上面寫的意識昏迷 呼吸衰竭的病危通知書 然後之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近日啊 就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跟錢 跟我們錢貴忙半天 的一張 就是說這個和解書 那這個和解書的內容 從頭到尾 都沒有任何一句道歉 就簡單的講 這個面對4月26號的 錢貴林森店的火災事故 那本人呢 在哪一個包廂消費 所以呢 要提供很多的證明 然後呢 就可以得到賠償 然後呢 這個是我 延續27號講的 錢貴 好 有一個人 他往生的叫林紫辰 可是他到現在 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他的職在賠償 然後動保處 也沒有仔細 就是局長來 局長你在27號跟我說 他們有拿到了 對不對 對 因此呢 在28號的時候 你給我的公文 對 也表達說沒有拿到 呃這個說法有點不大一樣 是不是讓我向議員解釋一下 你不用解釋 你不用解釋 我的解釋比你更清楚 市長你評理一下嘛 28號的回文 他們呢 就是告訴我們 他們會去 吹錢貴 趕快來付這個職災金 然後29號 趕快也又給我了一個回文 這個29號的回文 市長 還有我們副市長 你記不記得 以前你們都一直說 六位死者都已經賠償了325萬 對不對 結果呢 到29號的回文 又開始玩文字遊戲了 回給我的回文 裡面寫到 六位家屬 等於就是從110萬 賠到310萬的都有 這個是你的回文啊 清清楚楚的市長 您看一下 所以說 局長 你不用跟我說什麼解釋 其實事實就是根本 我打電話問啊 家屬到現在 還是沒有拿到職災啊 沒有拿到職災啊 因此你們到現在 就是勞動局 你不但沒有依法開罰 你還包庇錢貴 所以在29號的時候 這個職安署規定 就是說如果他現在 已經領超過了 他45個月的月平均工資 那麼就被認定於 他所有的這個職災的保障 所以第一位 第二個就是現在議員 你在努力的 要提高他的補償 即使民法清權的部分 你現在是我在質詢 還是你在質詢 我要跟您報告 你跟我報告的事實 就是不對的 你就是沒有站在家屬這邊嘛 對不對 你依法依法依法 那你們以前對外的解釋 就要說得很清楚 林子成就是只拿到115萬 那不是慰問經 是職災經 差很大的 我現在是為什麼 我跟你計較 市長 你要相信這個世界 有一些商人 是有可能會有陰謀論的 如果哪一天 他們賴給林子成說 那不是職災呢 我當然要保護 今天跟我陳情的人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要保護陳情人呢 我要確定他是不是職災的原因 我就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 乾貴你不要跟我玩小把戲 這是我今天質詢 並且公開質詢的目的 好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要求他來做職災賠償的條件 因為他如果沒有去付這個職災 我們就要相信背後 不曉得又沒有什麼律師在叫他們高招 所以我當然要保護我的 我今天的成情人 我不容許叫 不容許我們今天 勞動局還在那邊胡說八道嗎 可以嗎 職災這件事情 乾貴就是要負全責 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在辦理的沒有問題 OK好 那我們再來講這個最近發生的事情 市長啊 80人的運動趴 然後今天的新聞也出來了 也證實了一件事情 我刑法的部分就不多說 也證實了一件事情 從我們這個主持這個 party的負責人講了 他跟乾貴裡面的人都很熟啊 市長 都很熟啊 也就是說乾貴裡面的負責 這個可能是經理級的人都知道 有這樣的party在全省 在全省 因此呢 我是建議市長 就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比照 比照火車性愛趴 有檢調來介入調查才對的 警察局 時間請暫停 局長 這件事情 發生在我們中華 中華路的乾貴 對不對 是 是不是 你看連這些人 事後之後還可以胡說八道 說這件事情 不是發生在那的耶 我們已經移送法辦了 對啊 那移送法辦 我認為不應該只基礎於我們台北市的問題 這是全國的問題耶 全國的問題 我個人尊重大家 你們愛怎麼樣開趴 你們去無所謂 但是開趴的地點 要符合我們台北市的規定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認為 你應該將這件事情送檢調 比照當年的新愛趴做調查 除此之外 約談乾貴 好樂迪的相關人員 是否觸犯刑法二三一條的容流 有這樣處理的 他們明顯觸法容流 就是因為已經知情還留下他們來啊 是不是 所以我認為我們台北市必須也要約談 好樂迪的經理過來談一下做筆錄 你約談了嗎 約談了 哈 約談 什麼時候約談的 就有我們行 好那約談完了之後 你們你們有依法嗎 我們會 還是只是做個筆錄他沒事 並案送給地點數 我就跟跟跟局長您報告 這已經明顯觸犯了 好嗎 好時間請暫停 好市長 接下來我要問你的是錢貴 錢貴另外一個 好也是很遺憾的事件 那就是華山命案 好 依照我們的國家賠償法的內容 第二第三條都有規定的 他可以訴求賠償的方法 那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華山我們法務局 好 局長啊 我們家屬在四月八號提出國賠 好 然後呢 在四月二十二號來我們更新出處長 我們四月二十二號的時候更新出要求補證 好要求補證 然後到四月二十三號家屬補證完畢 也補證了 然後呢 到現在你們沒有回文 那麼依照我們各機關處理國家賠償的 應該有的受理天數 應該是二十天你們就要回文 然後呢 如果說有任何需要搜集資料的情況 也是可以得延二十天而已 所以呢 嚴格的說 如果我們追溯到四月 四月份我們就送出了國賠請求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不理不睬 議員這邊跟您報告 沒有不理不睬 原則上四十天是我們要求機關的部分 那這件機關在當事人補見之後 機關的回文 我們認為機關在有些部分的陳述並不清楚 那因為這件案件 我們也非常 不對不對 我管你們清楚不清楚 法定的規定就是二十天再延二十天 你不管是我們市政府辦理的一個時間程序 如果你是一個法務局長 你做這樣的回覆 坦白講 我認為很不及格 我認為家屬在樓上聽了之後 都會覺得台北市 你今天身為一個局長 有沒有依法來做事情 你拿什麼法說 法定規定你各機關 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二十加二十天 你現在跟我講 你內部都沒有調查清楚 所以可以再延 法律沒有規定 你可以這麼做的啊 因為二十加二十只說我們在辦理這個必要程序 那如果機關這個案件本身 他輕重不一 比較 我們認為他有在 第幾條這麼說 因為他 第幾條 法定 法律範圍 你說的 我們盡快處理就好 我們盡快處理 第幾條嘛 說你現在可以超越四十天不答覆嘛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嘛 因為我們目前 你不要跟我因為時間請暫停 你要不要去翻你的憲法 翻你我們台北市的自治規則 翻出來 國賠條例 第幾條如你所說的 因為我們國賠法裡面 並沒有時間的一個限制 那您剛講的是 裡面就寫的是 我們要點 國賠沒有規定 但是家屬提出申請的時候 就有規定嘛 有沒有像你說的家屬申請之後 你可以不依其規定 四十天不回覆 你找法條給我看啊 這個議員 這個我們知道 我可以啦 我們馬上 我們回去馬上處理 有問題嘛 好不好市長 我一直很尊敬我們局長的 因為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認為 有時候在議事廳上 你不能說你們沒有回人家 你做這樣的回覆 不對的啦 好不好 OK 盡速回覆 好嗎 而且呢 我是希望這件事情 真的很扯 你們該怎麼回覆 就怎麼回覆嘛 盡快回覆 所以多久可以回覆 我們盡快處理了 這個過兩個月了 我們盡快處理 OK好 那市長我想請你看一下影片 這是環南市場 這兩天的情況 這個是那個水槽還是一樣 旁邊還是積水 好 報告市長 報告市長 這在二樓三樓也滴水到二樓 就這兩天的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我們冰櫃的地方 野積水 野積水 好 然後我再放下一個影片的時候 等一下 因為有點噁心 好看 市長我們六樓的停車場還有寵寵世界 謝謝 這是一個市場欸 好市長 這麼多狀況 我只要 我只想問你嘛 你七月四號怎麼開幕 你七月四號的後天哪 後天你要怎麼開幕 好這個繼續改善 這部分呢 跟益州林這邊大概做個報告 從二月十二號呢 環南市長又進駐了 你不要跟我講幾號 我現在就是說 你們改善的不好 我給你看一個照片 你如果你要跟我講 我給足了面 因為 因為 我個人很很很 因為我個人感受到 山山副市長的認真 他一天兩天的跑環南市場 可是因為大家都騙了山山副市長 沒有看到 你看到全貌 你硬要講 那我就在 再讓你看一張照片 來看一下那個 那個兩個紅線怎麼處理的 那個槽 OK 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改善的辦法 跟你講這個東西不能用不能用 然後我們市場處就是 去叫這個艙商包商來改善 虧他們想的出來辦法 那個山山啊 他們就在那上面 弄了兩條線紅紅的 然後可以提出來就叫改善 跟議員報告這個我知道他們是這個 對 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槽我們已經在換了 所以 我們要 我們要做的是徹底改善 我只是提醒 當時設計有問題 因為 副市長我們之前也是同事 我們都很支掌 議員 有很多事情是很辛苦的 我們要面對民間 對不對 所以你的立場 這個我一個月前就叫他 好不好 OK 好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7月4號怎麼開幕 市長你如果有去參加開幕 你一樓六樓走走看嘛 好 來 接下來還是我們萬華最嚴重的問題 看一下影片好嗎 這也是這兩天的情況 我知道我們警察局過來一下 市長怎麼辦 到處都還是伊拉克啊 你們怎麼樣子站崗也沒有用嘛 到了時間大家都是還是排排在那裡 而且你看看一堆人 再放一次給市長看好不好 局長 一整排桂林路康丁路 好 都是伊拉克 都是在那邊做生意 然後我幫你找到了一個辦法 來我們給市長看一下 那個地方怎麼不好處理的原因 市長 因為在每一個 每一個店的外面 你有沒有看到右邊左邊 都會有有這個黑衣人士 然後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就就 在那邊看站崗 看一下警察來了沒有 然後一看到警察來了 伊拉克就全跑光啊 然後大家就抓不到 局長這怎麼辦 我們會要求萬華分局 也會協助他來加強 怎麼加強 你提出你的建議怎麼加強 也就是說不容許 他在這個公共場所 拉克 這個很消極 誰也知道 來市長 你回答 那些黑衣人 你IQEQ都很高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解決辦法啊 這個 有一陣子控制比較好 現在怎麼又有問題 萬華分局怎麼 十幾年咧 為什麼 為什麼全 全台北市沒有地方 有伊拉克就是只有我們萬華有咧 十幾年的對我們很不公平啊 市長 你可不可以回覆一下 這個有一陣子 管得比較好 現在怎麼 其實現在的分局長也很認真在處理 我沒有否定你們認真不認真 但是今天賭場可以開在你們派出所的對面 我也很懷疑認真的程度是到哪裡 到了最後 都已經轉翻了才發現 我都不想講地方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伊拉克我們受不了 是不是請市長能夠以專案來解決 我們做專案處理 好不好 好 OK好謝謝市長 時間請暫停 市長 這個月的六月六號 是中華民國選舉史上重要的時刻 也是你的好朋友 那個韓國瑜市長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危機 市長 我想問一下 你對 六月六號這個整個 霸函的一個態度 然後我給你四個選項 一個 霸函 另外一個 挺函 第三個 隔岸 關虎鬥 第四個 落井下石 來市長 在你回答我之前 我再講一下 請你回想一下 2018年的市長選舉 你的好兄弟 韓國瑜市長 韓國瑜那時候還沒當市長 為了你喔 他一次都沒有上來台北 跟丁守中 合體 當時的選情 你是多麼的艱困 然後咧 那個 韓流的威力是多麼的強大 只要韓國瑜上來台北 浮選的話 浮選 丁守中的話 現在 站在前面的 我們前面的絕對不是 柯文哲 就是丁守中市長 然後咧 現在六月六號 罷函的時間 即將到來 難道你不想表個態嗎 政黨政治 我相信不是 無情的 反觀 2018年韓國瑜 對你有情有義 那柯市長咧 在這個四個選項 市長 你表個態吧 沒有啦 我們 都已經講過很多遍 這個怎麼 我們一開始就想 這個一定是必好題 所以都有標準答案 就是說 事情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直到 直到 就由高雄市民自己去決定 所以 所以我的選項好像都沒有在那四個裡面 都不在這四個裡面 那你的選項是什麼 沒有啦 也不要說什麼隔岸關火 這個好像顯得很 其實我們大概都是 就是 沒有介入 應該這樣 為什麼我講說隔岸關火鬥 跟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是不會的 落井下石我沒有幹 市長 因為你現在身兼 民眾黨的黨主席 為了政黨政治利益 然後咧 蔡壁如 蔡壁如 他現在 最近 他的假日 常常往高雄跑 然後跟一些地方上的人士 跟地方上的人士 跟一些地方上有利人士 頻頻碰面 然後 也在高雄 據我所知 也在高雄設立了兩個 聯合服務處 美其民是選民服務 選民服務 但是 據我所知 蔡壁如 他不是高雄人 他請跑高雄 其實司馬昭之心 人人皆知 因為蔡壁如已經在整備整裝 等著六月六號以後 還要準備來選高雄市市長 市長 我必須講 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 如果你今天不表個態的話 枉費 枉費韓國瑜市長 跟你的好交情 蔡壁如去高雄 現在應該是為了 屏東 砍頂 砍頂鄉的鄉長選舉 不是為了高雄市長 不管為什麼齁 你用任何的名義 我相信齁 民眾黨在高雄市長的選舉 他是不會缺席的啦 未來齁 那我覺得齁 韓國瑜跟你的好交情齁 2018年齁 他沒有上來齁 跟丁守中的合體 其實也幫了你很大的忙 那你現在咧 他現在有政治上的危機的時候 你居然 每個態度都不表現出來 他最近去高雄 是跟你們國民黨的立委去那個 高雄市政府的 拜託 他不是自己去的 那我現在是要知道 是你的態度嗎 不用 我不用講 你不用講我就知道 是不是 那就是 代表說你是挺韓國瑜的 我了解了 好時間暫停 謝謝 市長 緊接著我跟你延續 昨天的那個 那個警察局的部分 就是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我昨天講到 在防疫期間 辛苦 非常辛苦 然後在那個什麼 治安交通 還有防疫的配合的行政協助 我們的警察同仁實在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才在跟你講 你以他們為榮 但是不是嘴巴想想的 所以昨天講到一半 那我們到底 你未來 在對台北市的一個 警察同仁的幫助 除了人事管道的深切 深切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 得到基層的同仁的一些訊息 因為你因為文一文二的合併 所以說你把所有的圈摳住 所有的人都沒辦法往上升 你知道現在六都其他五都 已經人事調整在今年度 大幅度的調整已經好多次了 只有台北市今年度都沒有 市長 沒有啦 我在想他們卡住 主要是因為那個 部長 部長跟那個 我想是這樣 反正 反正現在總統大選 那總統第一個任期上任 應該這一波 挑動的時候 我們會跟著移動 好市長 那個你那個 摳住的缺 拜託不要再摳了 好不好 文一文二合併 那都是以後的事情 那很久以後的事情 好不好 我們六月份 一定會辦一批 這個 升天 六月份一定會辦討診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七月一號 又新的積婚 對對對 就是因為新的造冊 好第二個 就是 過去的機優警察 機優警察 就是我們有一些同仁 表現得非常的優異的同仁 他們機優警察 的 呃 旅遊啊 的經費預算 好像是在你的手上被砍掉 因為你是省錢一哥啊 省錢一哥 你把我們年度預算一千五百萬 砍掉 我們有大概有五百人次啊 整個台北市警察 有九千多人啊 有五百人次的 那個機優警察要出 要出去旅遊 的預算都沒有了 市長 不好意思 那個是一百零四年齁 行政院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本機關的機優員警 不能超過五千塊 所以 原來那個機優員警旅遊的部分 就因此取消了 沒關係啊 不能超過五千塊 我們也可以五千塊來辦理 那個兩天一夜的機優員警啊 我們五千塊是花給獎金 所以花給獎金之後 就不能辦理喔 那我們機優員警 這個機優員警的部分還是有囉 你說這五百人還是有 還有 還是有嘛 對對 那我覺得齁 我覺得 行政院他所講的五千塊 那你知不知道 行政院的那個模辦公務人員是五萬塊 然後那個警政署的 模辦警察是三萬塊 他為什麼獻說我們只有五 我們過去是三萬耶 為什麼獻說我們只有五千 他獎勵的不是本機關的人 行政院指的說你本機關獎勵本機關的人 就不能超過五千塊 就不能超過五千 那我覺得本席認為齁 你們要回去再研議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去文 給行政院 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是不是 還是要那個那個什麼 將預算提高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 現在在紓困嘛 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問題 所以說我是想說 在觀光景點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振興 振興的方式齁 然後讓我們的優秀的警察同仁 也能夠去去刺激地方的一個經濟嗎 市長 在一百零五年齁 我們有公文給行政院 但行政院還是堅持說不要 還有單身警察職務宿舍的部分 你們這個推動現在怎麼樣 因為當初我們那個本席有多次質詢齁齁 希望說在單身警察職務宿舍齁 能夠滿足台北市現有的我們的基層同仁齁 因為為什麼有很多基層同仁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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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rades 應該要推動單身警察職務宿舍 讓他們能夠用最優惠的租金 然後給予他們一個解決住的問題 並不是讓那些我們的同仁 是住在派出所的樓上的休息室 不好意思 這個市長很照顧我們警察 現在在積合路 那邊有一棟 應該可以整修馬上來啟用 再來設置派出所的樓上 也有做了很多的單身的宿舍 其他地方 也正在規劃辦理當中 謝謝 好 最後那個市長 我想問一下 那個因為警政署現在在作業 這是我自己私人問的啦 我們台北市警察局局長會被換掉嗎 我說建議他明年就退休 做到明年直接退休就好 做到明年齁 他的表現怎麼樣 應該要講 在你心目中他的表現怎麼樣 其實這樣啦 他客觀標準什麼都ok 你都ok就對了 我們成績都很好啊 各項評比成績好 是整個警察團隊 還有包括長官的領導同意才有這些成績對吧 對 所以說這個局長的表現也是在你的肯定範圍內嗎 對阿我覺得分辨 在你的肯定範圍內 對阿 對阿在你的肯定範圍內好 時間暫停 來 局長請回 好 謝謝 市長我們看一張圖 市長你曾經齁 欸我現在跟你談談防疫的問題齁 你曾經在5月22號的時候 你在後疫情時代經濟論壇上有講到 新冠肺炎的疫情世界回不去了 然後不要寄望疫苗要學習與病毒共存 有吧齁 對 好 言下之意就是說 新冠肺炎病毒齁是不會消失的 很有可能會在下一波疫情 很有可能會有再有下一波疫情 知道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嗎 對 沒錯吧齁 本席也認同 然後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有六百多萬人確診 死亡人數高達三十七萬人 然後歐美國家也沒有變成趨緩 然後南美的疫情也不斷的在那個狂飆 然後臺灣在目前疫情看似穩定 本土案件都是零零確診50天嘛 其背後本席來看 這是因為鎖國的關係 鎖國關係所以說 才沒有境外移入 但是咧現在 中央疫情中心也慢慢的一旦開放之後 相信 境外移入的狀況 就會發生 我們當然期待不要發生 但是這個東西很難去防堵的 此時我們臺北市 那個過去都有在發 防疫的關懷包 對不對 然後那個也會繼續發下去 所以說呢 因此防疫關懷包 我們市政府要隨時準備好 以備不辭之虛啦 市長 來我們看一段影片 這是你在那個專案報告的時候 你特別 特別以為 我們要非常謝謝 我們要非常謝謝 很多的社團 或者是民間的公司 捐贈給我們相當的東西 知道我們那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人 我們送的所謂的關懷包 你知道 都不是市政府發預算買的 都是不管從慈濟啦 或是很多公廟送的 你知道 相當多 而且我們都是用這種叫線上媒合 你知道 捐贈不落地 就直接送到那個要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送到我們市府 統一處理在弄 所以比較像一個物流公司啦 那我們最近還有送這個 海外留學生的關懷包 你知道 那在這個地方 要感謝很多 送這些東西給我們台北市政府 我們在這一次 你知道 幾乎沒有編預算去買這些什麼關懷包 都是這種 我們的民間團體贈送的 好市長 這是你五月十四號 在那個專案報告中 對防疫有成的一段話 因為疫情 疫情的那個狀況 市政府結合了民間的力量 公務預算有限 民間資源無窮 所以你結合了公私航號 公廟 那個 還有實際 一個對居家檢疫 隔離的民眾發的關懷包 所以說沒有編列任何的公務預算 市長你是引以為傲對不對 不是引以為傲 不要啦 至少我們很省錢 很省錢嘛 好 那個 我們看第三張圖 也請市長 一致這個前方 那個時間暫停 謝謝 市長 這前面有三個 縣市的關懷包 縣市關懷包 你小心 那你看這 這三個 哪一個是台北市的 大的不一定好 大的不一定好 好 等一下我們就會開箱 市長哪一個才是台北市的 我猜 你覺得啦 應該是比較小這個 小的是 你對自己沒信心啊 通常我們都會送比較貴的東西 送比較貴 等一下開箱之後就知道 好 你說是這個對不對 我就先擺上去 台北市的 那我們從台北市的看好不好 好來 台北市這個袋子 好 這實際的 來 相機包 實際的 齁 來我們拿出來 我要猜得很準 這個 有這些東西啦 這台北市的 好 米飯 可可粉 還有泡麵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東西 飲料 還有茶包 挺豐富的 還不錯吧 還不錯 你覺得OK嗎 對啊 好 這個看起來不錯 那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哪個縣市的 因為 這一次我的開箱 要為了要政黨均衡 我找了 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執政縣市 來 你看你連個袋子都沒有 你拿個紙袋 這個是新竹市 林志堅市長的 他們也沒花錢 這我找的縣市都是沒有花錢 來市長 而且你知道 他還會政令宣導 居家隔離檢疫的那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事項要注意的 來市長 餅乾 我這泡麵 泡麵 來你繼續 你說的嗎 未必比台北市好 因為你的比較貴 換頭 白水 還有溫度計 溫度計好像比你那樣貴 溫度計比較貴 這貴了2500元 口罩 牛奶糖 換頭還有 來 這個是 新竹市 還有一個環保袋 還可以重複使用 新竹市的 來 這個不用講了 一定是花蓮 我看一下 我跟你講 我這些都沒有加裝 他們原裝就是這樣子 我先撕開 這花蓮的關懷包 花蓮的 來市長 市長 我跟你講 花蓮的也有慈祭 一代 就抵了我們台北市的 這個慈祭這一代就不用拿了 大概這個內容物一樣 而且花蓮還很貼心 慈祭有禁絲雨 禁絲雨露 花蓮還準備著聖經 你看 還宗教平衡 他們還有聖經 我的聖經 好像我昨天拿來念 我看看 罐頭 還有女性必備 衛生棉 市長 你看看 這是我們國民黨的 因為我問那個 我特別問他們說 要不要花錢 也是民間的資源 來 餅乾還兩盒 還有米 還有米 罐頭 來 這個等一下 茶包 茶包還有 等一下 還沒拿完 餅乾 哇 十四天耶 今天不是那個一點四天耶 豆奶 泡麵 光泡麵你看 他們都算好你十四天的量 提供給你啊 你看 居家檢疫隔離都有 著徐超珍衛 縣長 這 的愛心呢 豆奶還怕你喝不夠啊 給了你五罐 來 這個 一大堆 幫忙拿一下 來 這是什麼東西啊 牛奶 牛奶啊 這不是牛奶 牛奶 有那麼多 還有 花蓮也是 政令宣導在裡面 如果你14天檢疫過後有沒有 檢疫過後之後 你就可以 出來到花蓮去走一走 來 那個 你先不要離開 等一下 台北市的過去一點 因為台北市 這個袋子不算 已經空了 拿走 來市長 你看完之後的感覺 你看到新竹還準備了一些政令上的宣導 六小時是 二十萬 三十萬 然後那個 最多要罰到一百萬 他都告訴你喔 照顧自己 如同保護別人 來 市長來 看完之後這種感覺 如果 讓你挑的話 你是民眾 你要居家檢疫隔離 你要去哪一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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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挑的話 你該不是對自己很有信心 台北市 不是很有信心嗎 剛才那個黃副市長有跟我講理由 台北市有兩萬多人被居家隔離 來市長你說兩萬多人 但是你知道 台北市在商業登記 經濟部登記的公司航號 花蓮多 新竹多 還是台北市多 願意做愛心做善心的公司航號 宮廟團體 慈濟 包括教會 很多人要做啊 只是你 柯文哲在這三個人裡面 你知名度最高 你登高一呼的時候 大家都願意投入啊 你看完之後咧 你覺得 沒有 你告訴我 你覺得這種物資啊 我們不是貶低自己 這物資看起來 哪一個縣市你覺得是第一名 花蓮 那個徐甄衛縣長的 那第二名是 新竹市 新竹市 林志堅市長 我們不要講最後一名 不好聽啊 倒數第一名的是誰 臺北市 你看 來市長麻煩你先請回座位 我們的滿意度是 非常高的滿意度 市長 我們是好朋友啦 好朋友是互相 落尾 求進步啦 為什麼我這樣講你知道嗎 市長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我們臺北市的問題喔 我們都願意支持 尤其你柯文哲柯市長 話語量喔 聲量是非常高 你只要願意站出來 我相信 我們把它整合用一點心 用一點心的話 相信喔 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市政府的小貼心啦 對不對 那市長我再跟你請教一下喔 我們齁臺灣齁 臺灣齁 臺灣史上齁第一次限制人民的住居所 十四天 十四天 第一次嘛齁 十四天 那你覺得被限制住居所十四天齁 這些被限制的人 被檢疫 居家檢疫合理的人 他們在這個房間裡面 他們都做什麼事 嗯 看電視 答對了 上網啊 對 他只能追劇 上網 要不然就是跟人家通電話 視訊 然後跟家人跟朋友 然後當我們 當我們臺北市齁 的小貼心 送送到 檢疫的 檢疫的被檢疫的人的身上的時候 他一打開的時候 他還很自豪 哇 臺北市政府齁 真的有夠貼心的 還送了我這些東西 齁 然後他跟他的同學朋友 一大朋友可能從國外一起回來嘛 有很多留學生嘛 回來就叫他居家協議的時候 他說欸 你在花蓮還怎麼樣 我在臺北市耶 我在臺北市 臺北市資源各方面都很朋友 然後一比較之後 我們相形失色 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就是 因為有人跟我在講這事 我跟你講跟我講的就是我女兒啊 我女兒跟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所以說 我才 我才 我才想說 跟市長分享 讓市民知道 來我想問一下齁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那個居家檢疫的齁 我們的人數在多少人 居家檢疫跟那個隔離的人數 三萬人 目前居家檢疫大概三萬人 好 那個你們給我的資料 民政局提供的資料 居家檢疫是 兩萬八 八千五百六十二人 現在三萬人 然後咧 那個衛生局提供的資料是 一千九百二十八人 那是隔離 居家隔離 好居家隔離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市長我想問一下齁 我們是不是居家檢疫隔離的人都可以拿到的所謂的關懷包 是是齁來看一下 亂講 但是我們都後面都有補 我們的確就一開始的時候都有 但是突然歐美進來的時候 每天一萬多人 的確有一些切貨 我等一下就跟你分享 因為我就是被檢疫的監護人家長 你看齁 在居家 居家檢疫的部分 我們大概只有發出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包 比例大概每兩個人共享一包 我們叫做共享包啊 第二個齁 那個我們居家隔離的部分齁 兩百四十一包 內容物都是一樣嘛 齁 但是咧比例是百分之十二 就是平均十個人共享一包啊 那泡麵可能都不夠啊 市長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這個東西齁 是我們用不用心的問題 市政府如果用心的話 用心的話齁 我相信齁 我們的居家檢疫隔離的 我們都可以第一時間拿到 拿到那個所謂的關懷包啦齁 那據我所知 花蓮跟新竹他們在這一點齁 都做得非常的用心 尤其你看內容物齁 大家大家我們通俗這樣看 看內容物就好了啦 其他都不要比較了啦好不好 然後那個那個市長問你 剛才那個局長有講到 關懷包 什麼叫關懷包 是不是居家檢疫隔離的時候 大概一兩天 了不起第三天 因為它十四天嘛 除了十四天 了不起第三天 就會收到市政府的一個關懷包 那才叫關懷嘛 對不對 我們在裡面 欸吃的沒有什麼沒有 都是家長提供 要不然是飯店提供對不對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拿到的時候 那感覺起來是不一樣的 那本席的女兒 也是在那個居家檢疫啊 居家檢疫你知道嗎 他出關的時候我去接他 去接他他告訴我什麼 你知道嗎 欸把屁 那個台北市政府有送我一袋東西耶 喔我說那個關懷包 不是 那是紀念包 我第十四天要出關他才拿給我啊 第十四天啊 要出關的時候才拿給我 我都紀念包啊 我拿來一看 市長我現在要跟你講的就是用不用心 如果說今天 市長如果今天喔你 你們市政府的團隊用心的在 我們的民眾在被檢疫隔離的前三天收到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非常貼心的 因為我們喔應該喔 將這些物資準備好 隨時第一時間送拿到 因為他們在進去的時候有沒有 他們不能出來耶 不能出來之後每天跟那個父母親通電話 跟同學通電話 視訊追劇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只能安慰他說就當作你在調時段 從國外回來要調時差 然後咧 我們市政府就是第十四天 第十三四天 才送到了一個紀念包 而且不是全部都有 不是全部都有 有些人走的時候喔 還沒有拿到台北市政府 我剛才也看了嘛 有五十幾趴的 有那個十幾趴的 所以說用不用心很重要 市長你認同本席剛剛以上所講的嗎 我們會準備啦 不過當時是一下子 就是突然三千變一萬多人嘛 所以說簡易歐美開換以後 一天都多了將近一萬億嘛 局長你講得非常好 我知道齁 但是齁 公務預算有限 民間資源無窮啊 台北市的公司 航號公廟團體 大過了花蓮 大過了新竹 要不然市長就去選花蓮縣長 他不會選台北市長 謝謝議員啦 這個部分我們來檢討 要檢討 就是說對於整個 防疫檢疫工作者 我們應該看很多項 像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中央的疫情中心 對於居家檢疫的調查 台北市的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是排名全國第六 前面五名的所有的檢疫數 還不到我們的一半 我告訴你局長 我們是遙遙領先 新北市 局長你講得非常好 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啊 唯獨這個小天心 這個我們在檢討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不是大方向 好 大方向我們在防疫的結果 是結果論嘛 結果是很好的 是 但是入住的時候 那個小天心 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你 你要選擇去花蓮檢疫 還是要去台北市檢疫 當然是 花蓮它的資源各方面 當然還有你居住地的位置 是 都有相關的關係 但是人家會說 欸 同樣是在檢疫14天 同學之間在彼此分享 分享他們 年輕人會打字啊 在分享的時候說 一分享圖片說 啊 還是花蓮新竹比較幸福 真的是幸福城市啊 台北市的部分 在這個 我跟你講喔 小朋友不管你什麼結果 他只管 當下他收到的那個東西的感覺 民眾也是這樣子 謝謝議員 資源整合很重要 未來的話 也希望市長 整合整個民間的資源 這樣登高一呼 好不好 接著 那個 我在這邊還是要向我們聯醫 我們的醫護 醫護第一線的同仁 表達最高的敬意 這一陣子防疫 大家都辛苦了 大家就辛苦了 那我在想 你看 連我們的 連我自己的表妹 他都願意提供一千 一千包的咖啡 他說請我轉正聯醫的總院長 總院長有來嗎 轉正聯醫的總院長 那我在想這個咖啡 等一下那個 請總院長到前面 我要轉正 利用一點時間 接著我自己 也準備一份 這是我太太喝的咖啡 那個 安慶凌晨咖啡 這個對 這個要送給佩琪姐 然後那個希望 市長 市長 希望你下了班 回去跟太太 好好喝咖啡 喝喝咖啡 聊聊是非 好不好 然後讓自己 那跟太太好好的那個聊 因為佩琪姐 佩琪姐我相信 她有很多 她都是為了自己的先生 為了自己先生 那我覺得她的發言 本席認為她發言是她的 她自己內心 因為她也是 也身為市長夫人 也身為民眾 她也有權利 她也身為醫護人員的第一線 也是我們聯醫的醫護人員第一線 那除了那個一千包以外 我個人 你看市長 關懷包 這個才叫做關懷包 這是本席 關懷佩琪姐的關懷包 至少關懷包前面 也要用一個logo 你就隨便一個紙袋子 這樣不好 好不好用一點心好不好 來 我是這麼 這兩大象 兩大象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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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謝謝 市長 咖啡包給你 不是讓你暗扛 回去要 今天晚上回去 就佩佩琪姐 喝喝咖啡可以嗎 可以 親自泡一杯咖啡給他喝 聊聊心事 好不好 那個 市長 剛才跟你講這些 也希望市長能夠聽進去 好不好 時間暫停 謝謝 市長 市長好 市長 我看你 應該 是市長 比較需要喝咖啡 因為 這個佩琪姐 昨天12點 陳佩琪 一直12點 還在發文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你昨天有沒有睡好 12點我們陳佩琪醫師還在發文 有沒有睡好 市長 我現在去睡了 我都不想理你了 你昨天是睡客廳還是睡床上 睡 睡 睡床上 有睡好就對了 有啊 這個 我應該這樣講 市長我跟你 就 佩琪醫師這個事情 我跟你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 這個 政治人物 就該被檢驗 但是 不能 連累另外一半 跟連累 家人 家人沒有義務 被檢驗 市長你認不認同 對 但是 我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的爸爸 常常在我們北投 吃小吃 那 他前幾天在臉書上面分享了一個 吃了一個小籠包 的小吃 然後呢 他貼上了臉書 因為我們鼓勵老人家 在臉書上面 就是他多用一些電子產品 比較不會老化 結果他分享了那個小籠包之後呢 被網路 在臉書上的時候 被網友一片撻伐 撻伐的原因是 這個 因為那個小籠包 所在的位置呢 是 一個釘子戶 大家旁邊 房子都要蓋了呢 然後他沒有蓋 他就在那裡 所以 我爸爸應該去吃了 這個小籠包 之後 被踏伐 那為什麼要被踏伐呢 他因為 他是 陳崇文的爸爸 陳崇文議員的爸爸 所以呢 我剛剛看你的臉書 你寫了一句話 我有 很有感受 太太不是先生的附屬品 所以 很認同 本性很認同 所以次長我想問你 這個你覺不覺得 陳佩奇醫師 前幾天 就這兩天的這個新聞事件 是一種被言語霸凌的事件 你有沒有認為他被言語霸凌 沒有 覺得網路的世界 這種事情都有 你不想被霸凌就不要寫 寫的就 這個就是預期可能發生的風險 所以有時候是變成要自己負責 要自己負責 所以你昨天有跟陳佩奇醫師討論到這個 唉唷 我每次講 講不夠他 我就算了我去睡覺 所以你也沒有因為 他也沒有因為這樣子 遷怒你 就是說 你還是認為說 他是個人的這個人生的言論自由 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因為是 其實明白講 結婚到現在 都是他賺的錢比我多 所以 所以你的地位比較 在家裡地位比較低一點 因為陳佩奇是賺比你多的意思 一廟 好 所以齁 第二個那個齁 一個事情想跟市長請教 市長 現在齁 今天是六月二號 我們一般齁 在七月的時候 台北跟上海 都會辦雙層論壇 那這一次因為疫情齁 市長 雙層論壇還會辦嗎 這一次是上海來台北嗎 這一次是輪到台北方主辦 我的態度是這樣 雙層論壇已經持續了十幾年 也沒有理由停辦 而且兩岸一定要溝通 我說溝通 而且 這個台北跟上海 這個也沒有 這還是在這種兩岸城市間的交流 所以不必無限上綱 所以 有交流才有善意 我還是主張辦 主張辦 我們也會跟他說辦 但是我想知道 這雙邊都要磋商 因為我們 我們這邊 我們到時候 真的計畫書寫出來 也要送陸委會 所以這個都要磋商 所以他來如果上海的官員來會隔離 會準時辦嗎 會因為疫情延期嗎 現在因為疫情在齁 坦白講齁 現在都是管制 所以如果那邊的官員來要管制14天 這個的確有困難 所以我們也在想怎麼克服 所以還不知道會不會延期 你們還是會提方案的意思 問題是這個是這樣 這種大事情 也沒有辦法一直在等說什麼時候台灣解封 所以應該想想看 會如期辦 盡量如期 那有沒有考慮用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視訊 都可以考量 但是這個都要雙方磋商 所以我們也是有 我們這邊的 在秘書處底下有個大陸小組 會跟對方就舉辦的方式 人員什麼 這個就開始在磋商 市長一個建議 這個 因為報派 不是報派 報紙的訊息 新聞界的訊息說 它會用 你們希望用 有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視訊來辦 本席認為 城市間的交流 要用 實質的討論 跟 很深入的這樣子 互相的去做 譬如說 體育交流 教育交流 衛生單位的交流 醫療的交流 這樣比較有用 如果在疫情 能夠控制的情況之下 本席還是希望 他能夠第一個如期 然後能夠用 過去的方式 能夠深入討論的 這個部分辦 市長 這個是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過去 簽訂的那些 合作協定 比方說兩地交換 這不是兩地 大部分是我們的運動員去的 一地訓練 這一些 都 都會如期舉行 都會如期舉行 只是說現在還是 疫情控制 這沒辦法 所以 舉辦還是要辦 可以實體交流 實質 實體交流還是實體交流 比較重要 真的才不行 才會用其他方法 謝謝市長 再來 市長你中午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新聞 這個蘇貞昌院長 在行政院公佈說 他要有一個振興券的方案 民眾 一千 花一千塊 花一千塊 可以換三千 稱作叫做三倍券 市長 你搞得清楚 這個振興方案 民眾怎麼用嗎 你也是台北市民 你知道嗎 你搞得清楚嗎 其實今天早上 我們有開會 一直在等行政院 不過老實講 他公佈是 他講的 但是要怎麼做 這個老實講 實質要運作 我們真的還要再 我們會成立一個 事實上我們那個 我以前叫陳志明 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要 怎麼 坦白講怎麼做 我們內部還要討論 好市長 那我這樣 隨堂抽考 他說 這個 鄭新鵌 他們做了很多的文宣 那市長 你知道 你搞得清楚 他這個方案是什麼 你知道怎麼用嗎 哪裡可以用 哪裡不可以用 市長 問幾個問題 這個振興券的部分 一千 開一千 有三千塊的 換三千 市長 問一下 哪裡可以用 這個 電商可不可以用 電商不行 可不可以花這個 一千換三千 可不可以 市長 你看 你也搞不太清楚 回事了 他今天早上才宣布 我還沒有時間去讀細節 但是通常都會搞到大亂 所以你也覺得這個振興方案 很複雜 回傻傻 民眾也用不清楚 不過他是7月15號才要開始 所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對啊 那你要有前面的準備期 你要告訴 要宣傳 要跟民眾講 不然民眾怎麼會知道 還有市長 可不可以用這個 這個我們的 這個刺激消費的這個振興券 買香菸 可不可以 煙酒不行 應該 煙酒不可以 煙酒不行 好 那可不可以繳罰單 罰單不是消費不可以 好也不可以 那 可不可以用在國民年金上面 國民年金應該也不行 那是政府的規費 好那哪裡可以用 網路可不可以用 市長可不可以用 網路有特定的對象 網路是用特定的對象 電商啊就是在電商可不可以用 電商原則上應該不會 不行 原則上不行 原則上不行 那他提到說如果是出售票 為什麼不行 票券的還可以 票券的可以 那為什麼他電商不行用 我一直買東西啊 我一直消費性啊 為什麼不可以用 應該是中央認為說 電商在這一波並沒有受損 沒有受損 他認為他們反而是得利啊 所以不准給這個電商用 市長你覺得這樣會煞煞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真的有辦法振興經濟嗎 市長 振興券真的有辦法振興經濟嗎 一千 開一千 換三千 議員他應該是要希望振興 所謂的實體消費 包括 或是餐飲 或者是商權 那大概 電商的部分 這是中央的方式 這是中央的方式 那市長 我請教市長 市長 那我們台北市有沒有 什麼樣可以促進振興券 或是促進振興的方案 有沒有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已經在規劃國旅的這個振興方案 預計會在下週公佈 那我們包含的有場館優惠住宿送相關的券 然後商業處這邊 我們自己也送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比那個高雄阿豪 有沒有比韓國瑜好 我們會再跟這個府來申請這個相關經費來做 可能有做抽獎的這個活動 那另外商業處也會配合在做這個商圈那個加碼的部分 商業處這邊是針對說 我們如何把振興券的消費 可以留在台北市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透過在這個 從7月中開始 一直到8月在暑假這個期間 可以推出一些刺激 他們來把振興券用在台北市的一個抽獎 好 那所以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跟議員做包含 因為這裡面的經費 包含我們如何有一個公平公開的一個抽獎 那另外的獎項呢 除了我們的公務預算 就是我們也跟市場這邊申請的冬二預備金 有五百萬 但是獎項部分呢 我們希望可以結合民間的資源 那這裡呢 也包含了我們的特約商店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在商家這邊也提出 他可以來配套的一些相關的優惠 那這裡呢 我們還可以幫他做宣傳 那目前目標是設定在一千家的店家 那可以結合我們這段時間來 我協助他促銷 另外呢 他也可以把他的商品 包裝這個比較好的一個 特色的一個 可以行銷的物品 那這裡面可以搭配的真心券 因為他的面額有五百 也包含真心券 也有一千 對他有五百有一千有三千的 那如果 依據他商品 有適當的一些禮盒包的話 那他可以這樣優惠 那我們彼此結合民間資源 一起來行銷 OK好 市長 台北市是居家隔離檢疫最多的 那台北市的店家 不要因為台北市人口密集 所以就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受損 市長 這個振興的部分 要請市長 多用點心 多用點心 第一個 程序不要太複雜 不要跟中共一樣 看都沒有 搞不清楚哪裡可以用 第二個 能夠實質的讓 這個受損的這些店家 能夠恢復生機 市長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 我想是這樣 他辦法早上出來 我們還要研究一下 不過是 因為還有7月15號要上線 我們想想看 給我們一個禮拜的時間 把這個流程整個全部設計出來 好 這很複雜 很複雜 看沒有齁 你也覺得很複雜 你也覺得這個 他的這個政經方案很複雜 會什麼什麼看都沒有 你領了方法 市長是不是這樣 他用健保卡換 我不曉得 很奇怪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的方式真的很複雜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有討論過 我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 大概各局處 台北市只有一個目標 把錢留在台北市 讓大家都在台北市消費 謝謝 山山副市長 那其他的請回 我們四位請回 市長 請教一個 這個 前幾天的新聞 韓國瑜 被招控 賤賣 抵廢地 新文化綠色的議員跟他講說 在議會講說 他都賤賣抵廢地 那市長你怎麼看 抵廢地 如果台北市有 你該不該賣 抵廢地一定有地下評議委員會 所以不可能賤賣 不可能賤賣 很難 那你覺得該賣嗎 缺錢就賣 沒辦法 因為那個就算是市有財產 是啊 是市有財產 缺錢 缺錢才會去賣 好 缺錢才去賣 對啊 算台北市也缺錢 我們就好像 我們抵廢地有的賣掉 像我們很多設定地上權 那也是算賣地 也是一樣的意思 也算賣地 市長那你分得清抵廢地跟抵價地的差別嗎 抵廢地跟抵價地的差別嗎 抵廢地跟抵價地的差別嗎 這個我不懂 這個不懂 時間暫停 請局長 局長你可以說明一下 什麼是抵廢地 什麼是抵價地嗎 辦理市地重劃之後 政府所取得用來廠還開發費用的土地 叫做抵廢地 那辦理區段徵收 我們分配給原地主 分配給他們作為徵收補償用的 叫做抵價地 所以抵價地是給原徵收的地主領回的土地 那抵廢地是屬於政府取得用來廠付開發費用的土地 那區段徵收政府也一樣會取得廠付開發費用的土地 那叫做佩餘地 就是抵價地分配完剩下來的土地 抵價地的佩餘地 對 市長這樣你有清楚嗎 有一點清楚但是沒有清楚 好市長我要問後面的 抵價地完了之後的佩餘地 台北市有多少市長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處理你怎麼知道 不好意思 現在區段徵收的佩餘地 我們現在即使只剩下齊岩跟關北 就是縣城手上有的部分 對 那現在我們其實正在評估 以招標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來釋出 然後希望裡面可以有一層到兩層的樓地板面積作為社會住宅 好市長 現在使用 那你這個佩餘地可不可以賣 可不可以賣 剛剛局長是說 剛剛局長是說市府已經定案要做公共住宅跟設定地上權 那可不可以賣 要賣好像要議會通過 都倒面積以上 要賣不用議會通過 這個不用 不過不好意思說台北市因為土地資源有限 我們是儘量不賣 它依法是可以賣的 市長你可以賣賣還錢 我們已經還過多了 市長 剛剛局長講的這個佩餘地 齁 在齊岩開發案 那個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在這邊齁 局長也幫忙想了辦法 我把問題反映給市長齁 所有的我們那裡大概有十塊的佩餘地 齊岩開發案有十塊的佩餘地 有一塊因為面積太小要賣掉 局長對不對 是 市長合併 要有一塊小塊的要賣掉 因為那個面積實在太小 所以我們有建議是可以賣 好 所以市長他把它賣掉之後呢 當然就到市庫來 但是其他的九塊 九塊的佩餘地 要做設定地上權做公共住宅 市長給你一個建議 九塊地分屬於在九個地方 台北市 我們北投區就有一個社會住宅 公共住宅的對吧 齊岩 齊岩公宅 他就在他的旁邊 齊岩公宅就是過去 他的齊岩的這個開發案其中的一塊 所以 如果你這九塊地 全部要把它 當成是 設定地上權 可以建商來開發只租不賣 的話 那你要做一件配套措施 就是要把這個租的部分 全部集中在移動 不要把它分散到四處去 齊岩公宅你了解意思嗎 懂 你這樣子會引起民眾的恐慌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解釋政策 去檢視你怎麼做 所以最好的方式 這個我跟局長有討論過 集中在一個地方 然後呢 你也可以 集中的這個管理 那其他的部分建商 他蓋起來之後他去做使用 齊岩公這個部分做得到嗎 這個聽起來合理 來來來 李德全負責任務 你的建議聽起來合理 不要造成混亂 這個我們有考慮可以彈性的讓這個開發者來彈性的空間來配置 所以 那個 傅命你這個部分齁 你們在談的時候如果有設定地上全的廠商 或是建商需要來蓋的時候 這個部分 必須把它彈進去當成條件之一這能做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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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OK 請定位擋嗎 好可以 好 那時間佔領兩位請回 好 PPT 市長 我們請 世衛局長 請我們的衛生 黃局長 社會局 劉局長 我們 教育局 曾局長 還有體育局 李局長 第一頁 PPT 市長 這個有沒有很熟悉 很熟悉啊 台北高齡健康前瞻中心計畫 市長 有 你在那裡看那個Monitor能不能看到齁 這個 那底下的英文字 可以嗎 看得到 Project of Taipei 我才要請這個市長幫我唸 市長 這個是 本期幫你想的這個名字 但是這個未來會怎麼樣 還不曉得 市長 PPT下一頁 市長 這個計畫 當初上個會期 本期提出來的時候 是為了要整合 我們四個局處 都在做健康促進 然後呢 每一個局處都有他的專長 所以呢 這個健康促進的部分呢 如果衛生局來做 就會比較偏向他的這個 衛教的課程 如果 社會局來做 就會比較偏向關懷的部分 那市長 樂林輔導演是我們教育局 另外的 體育局的部分 也有我們 銀髮族的運動會 以及我們的這個 樂林運動巡迴指導團 市長 每一個局處都有他的專業 然後呢 每一個局處也都在做健康促進 也都有錢 那 市長 有錢 不同專業做同樣的事情 會有質量上面的這個落差 市長認同嗎 同意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改善這個質量 讓我們高齡前瞻 能夠成為台北市之外 全國的這個唯一 能夠 對 所有健康促進 長者的這個健康 做一個全方位的整合 所以 我本期提出了 這樣一個高齡前瞻中心的部分 也特別感謝 我們世衛局長 還有市長 在 很多的專家會議裡面 的出席 以及做整合 請聽 PPT下一頁 市長 這個是 整合後的這個需求 他有分別了 有四大的 這個 所謂 我們四大的 面向 那在 在四大面向的 這個四大 未來要做的事情的時候呢 他分別羅列了這個 請市長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師資的培訓與真能 一個 我們的整合政策以及課程 再來就是人員的輔導以及評價的機制 以及教材教具的共享 最後呢 在黃色那個區塊呢 成立一個示範中心 也感謝我們四個局處共同的努力 希望 市長 今年能夠把這個示範中心完成 市長 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完成 我想 還是請 方局長 來當總PM 我們可以把他做起來 應該可以 應該是 預計在九月份會成立 是 九月份 局長九月份會成立 好 下一頁PPT 市長 這是 這個未來 市長 上一次本期在 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就叫市長 我們希望這個高齡前瞻中心 是要有 短 中 長期的規劃 請你 你的認為呢 這個事情應該還是要 其實是這樣 市長 你認為這個是要長期推動 還是談話一線 這個老人問題是一個 無法避免 而且是以後會一直持續存在 所以台北市成立一個 整合性的老人的這種 長者的這種政策中心是應該要 市長 分享一個 一個概念 我們各縣市 全國各縣市裡面 都有很多的 所謂的計劃案 就像這個 如果它只是一個計劃案 市長的任期結束之後呢 這個計劃案就沒了 市長你認為這個 這個高齡前瞻中心 台北高齡前瞻中心的部分 是 必須做長久 長遠 能夠為我們 台北市的老人的健康處境 做推動 市長 你認為是要 是 用計劃案來做 還是做長久的發展 不管是計劃還是 它還是要長久的發展 這個應該要做長久的發展才對 市長 所以本席建議 其實 各個縣市都有 底下有很多什麼 防自殺中心 還有很多很多什麼中心 那個是全台灣齁 每一個縣市都有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專案辦公室也好 或者是一個長設的一個單位也好 一個組織 一個我們的單位 市長 如果你把台北高齡健康前瞻中心的這個部分 變成是一個常態性的組織 那你就是全台灣的only one 這個部分 本席已經去各個縣市查過 都沒有人去整合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我們所謂的 銀髮族健康促進的部分 包含了延緩失能 包含了很多長照的部分 全部整合在一起 市長你認為這個高齡前瞻 該不該把它設成一個 所謂的我們的常態性的單位 最後應該是常態性的單位 不過我想是可以前一兩年是先 是計劃做 專案做 先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才定型 因為其實老實講 這個既然是全台灣都沒有 這就變成是還在摸手階段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先有一個專案計劃 然後做個一年兩年 然後就定一個長緣的這種 把它制度化 然後再來議會報告 那時候大家也同意 其實這一定會同意 因為這個老人是 百分比已經 已經台北市總人口20% 還是65歲以上 所以這個勢在必行 市長 我本身很認同你的階段性 因為這個本來它就有騎乘 前面幾年先試辦看看 然後呢 到最後呢 成立一個所謂的常設的單位 但市長我想請問 你在你的任期結束前 做得到嗎 有可能啦 我想這個大概 我想我們這個專家 一年半大概就摸手差不多了 一年半 所以在最後一年 再把它變成一個常設中心可以 先給我們一年使用專案計劃做 我想這個應該 黃局長應該認為 發表一下意見 你可以看回來 因為舊主統剛才講 九月會員成立 成立 我們現在成立以後 應做看看 那如果是覺得 要成立一個長期的 這個模式是怎麼樣 到時候會比較有概念 所以現在就說 當然長眼來講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先應做看看 好謝謝 謝謝那個 世衛局長 世衛局長請回 好市長 最後 最後PPT 最後一頁 這個題目的最後一頁 好再來 市長 最後一頁 上一頁 上一頁 好 市長 為什麼要成立高齡前瞻中心 變成是一個單位 事實上健康促進 要做到 全場域的熱靈政策 所謂的全場域的熱靈政策 真的 要推動 在全場域 我應該這樣講 在全場域推動 銀法族健康促進 不能靠各個局處 自己做自己的 要整合一個 所謂的 這樣子的高齡前瞻中心 它可以包含全場域裡面 我舉了四個例子 職場 學校 社區 跟醫院 這也是 我們 所謂這個四個 這個 這個場域裡面 也稱為全場域 所以市長 無論如何呢 一定齁 請市長要盡力的 把我們推動 再來 最後能夠達到我們 這個身心障礙支持的服務 以及師志關懷支持的服務 以及其他族群 銀法族師的服務 市長 拜託你 你的任期之前 一定要把它完成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 我想請 還是請黃局長 先當計畫主持人 先上線 跑個大概半年一年 我們就知道怎麼做 好 時間暫停 我們請 文化局 蔡局長 這北投區隱私營園區 市長有印象嗎 我知道 這我知道 要OT案 已經OT很多次了 魔狼被打 以前是BOT失敗 BOT很多沒有人要打 BOT幹不起來 OT我們自己先花錢 自己先花錢 所以市長希望把它打造成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影視音的一個 文化園區 我們會先用OT的方式來針對戲劇跟電影相關主題的經營者 然後結合民間的鄰里公園先做活化 那在財務試算合理的年期之後 有可能再走BOT 所以分成兩階段來做 就是文化古蹟先保留 然後讓他先有一些影視音園區的這樣子的元素帶進去 然後再把其他的空間做BOT 局長意思是這樣嗎 對 要看OT的營運年期之後 人潮跟產業聚集的情況 那屆時如果時機成熟了 那就有BOT往下走的可能 好 市長 這有一個概念 你發展北投做影視音園區 本期很樂意也很樂見其成 長期本期在教育委員會也都很支持 這樣子的一個案子的一個推動 但是有一個概念想跟市長分享跟局長分享 既然要做影視音園區要招商 要把這個地方呢 他以前這個地方呢 現在還是廢墟 然後呢發生了很多民眾的自殺案件 然後呢 現在好不容易 局長努力的把它整理乾淨之後 BOT不出去變成OT 一個概念就是說 既然市長想要發展地方 那要做幾個回饋的動作 不能造成民眾齁 他的生活不變 那他既然 他既然 本來在BOT的過程裡面 我就跟局長提過 進來的這些廠商 是不是能夠在 不是一定專業性的基礎下 他可以招募一些平常的一些工作人員 不是專業基礎性的工作人員 用在地的這個百姓 用在地的居民 讓居民有在地的就業機會 局長這個可以做嗎 這可以 這可以寫在招商的計畫書裡面 好 第二個呢 現在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 我們影視音園區裡面呢 他涵蓋了大概三到五個里 香陵里 本地里是道香里 香陵里是桃園里 跟豐年里 那在這三個里裡面呢 當地的里長都希望這個影視園區 不要再拖了 希望趕快把它發展起來 讓地方喔 讓地方能夠帶動一些生機跟商機 但是呢 問題來了 如果開發完之後呢 會有很多人要進去 影響民眾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缺乏了一個停車場 局長 這有沒有辦法 來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這沒有問題 因為在基地的範圍內 除了兩建 兩動力建由我們 出資1.3億左右來修復以外 其他就是做這個搭景 或者是 開放式廣場使用 那屆時 它產生的停車一定要內部化 那夜間也可以兼營 民眾方便的這個 臨時的清潔費的收費的方式的停車 市長 可不可以協助民眾 解決這樣子的一個晚上回來的這個停車問題 局長剛剛有提 這個能不能也把它規範在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讓廠商 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去解決市民的問題 我們的招商文件會寫 創意的里民回饋設施 也納入評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在招商說明書提醒 投標的團隊 謝謝局長 市長你也是來領域齁 可以的 這個可以 到解決一個我們的 到鄉裡 桃園裡 峰園裡 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前提是 不可以因為這樣 讓這個影視因緣區 再delay了 市長 要如期 來走 發報的出去 目前我們跟工人處在合作當中 那照目前的期程跟規劃 拆除跟簡易律化完成是明年3月 4月之後就可以開放出來 好 其實可以齁 這個我們有在定 要盯住啦好不好 好 市長 局長請回 時間暫停 PPT 最後那個民眾陳情的那個圖片 市長 跟你討論一個議題齁 叫做 24小時無人的洗衣店 24小時無人的洗衣店 這個齁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齁 這是發生在我們的這個北投區 的榮華裡 天母的區塊 我們有一棟大樓呢 這個所有的 一樓齁 要出租給這個無人的洗衣店 市長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好奇怪啦齁 因為這個很多 但是這家洗衣店比較特殊是 我們一般洗衣店沒有人 但是他是用電去烘衣服 可是這一家呢 他是很特殊用瓦斯去烘衣服 對 所以民眾呢 整個住戶呢 民眾就有疑慮 就有疑慮 疑慮說到時候是不是會有瓦斯 引發火災或是爆炸 住戶安全的疑慮 市長 這裡我要提出 96年 就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 無人的這個 洗衣店呢 他有一個自製的管理辦法 但是呢 他沒有限制到瓦斯 我也查過齁 本期也查過 不管是在他商業登記 或使用方式上面 都沒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都合法嘛 他都跟餐廳一樣用瓦斯沒有問題 但是民眾依然有疑慮 因為自助洗衣機 在24小時沒有人看管的情況之下 如果用量過大 用瓦斯過大 電線他也 這個新聞就是電線走火 用量太大 電線走火的一個火災的新聞 那這個呢 他的瓦斯的部分呢 民眾也有這樣的擔心跟疑慮 在這邊市長 可不可以請市長 重新檢討一下 這個自製我們的這個管理辦法 讓這樣子的瓦斯用的洗衣 24小時無人的洗衣的這個部分 有更明確的安全規範 或者是這個我們消防局很認真的去看了他這個 所有現場齁 或者是他要設置的時候 他在設營燈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 去做事先的安全疑慮的這個查核 讓民眾可以更安心 可以嗎 好我們再來 縣長再來 你們去了啦 他們這個去了 做了沒有問題 但是民眾還是會 因為這個畢竟不要少 回來我們再檢討一下 看怎麼比較更安全 第一個齁 局長檢討一下法令 第二個 局長 事先他如果來登記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辦法跨局處的整合 你們先去看他的安全疑慮 因為人家合法設置 要給人家設置 但是 他 安全上面 因為 在這次辦法裡面 只規範到電 沒有規範到瓦斯 有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跟規範 可以嗎 市長 我們現在來檢討 這個 這個 公安很重要 我們這個 列為檢討項目 好 謝謝 時間暫停 我們是會請回 好 市長 PPT 那個中地市場 市長我們 好再下一頁 市長 我們要北投市場齁 要修建 要修理 那 這個 在這裡 要在我們的 市長可能你這樣看比較小齁 在大風公園上面蓋一個 所謂的 中繼市場 這個 市長你知道嗎 這個 那中繼市場蓋完之後呢 市長 要蓋之前 本期災隊提出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因為那是公園 所以 處長你也要心理準備 這個公園移速的這個部分呢 是 會有爭議的 第二個 你移完就算移完了 這個 市長 花一億多蓋一個這個 中繼市場 未來要怎麼做 他如果 中繼完之後呢 這個 中繼市場要留證嗎 拆掉 這部分 大概跟益州大概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呢 如果以 如果以 如果是南門市場而言 因為他那塊用地是什麼 是別人的用地嘛 所以呢 他中繼完了以後呢 以這個部分 除了給這個 東門用 他蓋完以後 他就把它給拆除 那麼呢 北投市場呢 他的對面是大風公園 那麼大風公園呢 在公園他有一些使用辦法 多目標的一些使用辦法 那麼呢 所以就是說呢 依照你想要了解的問題是說 那我花了大概一億元的時候 在中繼蓋了一個市場 那麼三年完以後 我有沒有什麼地方 本期覺得拆掉太浪費了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繼續做實用的 中繼市場 市場 這個中繼市場 是小時候 我就在那裡長大 這個中繼市場 就是以前的北投市場 好 是在他黃港溪加蓋上面 那 現在呢 政策是 蓋完中繼完之後 要把它拆掉 那市場 有沒有留的 機會 這個可以評估 這個可以評估 就事先要規劃 好 市長 可以評估 第二個 市長 蓋中繼市場的時候 除了拆公園之外 處長 是不是要拆一個部分 是 網球場 比較正確精準的講法是把網球場做個挪移 而不是把網球場拆掉 因為呢 在做這個北投中繼市場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呢 這個公園還是有一些 市民有使用休憩運動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把這個網球場的部分做一部分的下移 所以整個的一個公園的部分 我們還是等一下 去保留了網球場跟籃球場 市長 處長 局長 還有公園處處長 跟你分享一個概念 北投的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需要靠觀光 因為它也沒有那個 而且北投 市林 是農業最多的地方 市場 我們 你很用心 在我們的新北投 公園 火車站這裡做了很多事 但是你知道嗎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所謂的遊客 他來住在新北投的旅店飯店 住在那裡 住一天 以前我在拜票的時候都遇到一個問題 那些遊客都告訴我說 市林夜市怎麼走 我身為北投人 我真的不知道該回答還是不該回答 就在公園的門口 他說 你怎麼知道 市林夜市怎麼走 我心裡面有很多的惆悅 身為北投人 北投沒有辦法發展 北投沒有辦法 因為觀光帶來更高的就業率 沒有辦法因為市府做了更多政策 然後讓北投更繁榮 市長 市長是現在的網球場 這個網球場未來呢 他要往後移 往下移 對吧 市長是吧 所以也就是說 網球場 剛剛那一頁 PPT上回去剛剛那一頁再來 他會再會往下移一點 市長你看到的長方形那個條狀的 綠色的深綠色的條狀那個區塊 是現在的黃港溪沒有加蓋的地方 另外下面這一塊是黃港溪加蓋的地方 市長 我有一個建議 把網球場往上移 黃港溪沒有加蓋的部分 我們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把網球場放在上面 原本網球場要蓋中繼市場的這個區塊 往後移一點點 做一個 我們北投最有名的泡腳池 市長 北投泡腳池現在有五處 結合 運動 結合市場的觀光 然後結合這個泡腳池 再把中繼市場 留下來一點 不要全部留下來 本期沒有意見 留下來一點 推動 推動 我為什麼不拍其他的 為什麼只拍這個 市長你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他的菜不豐富 但是都是這些農民自己種的 這些農民呢 在山上種了這些菜之後呢 沒有地方去 北投有一個很有名的農作物叫 桐甘 台語叫灰修甘 農民站在 種在大屯山上 沒有人要 把它 運下來賣 為什麼 因為 沒有地方可以賣 他只能站在我們市場 周旁的馬路旁邊 賣 這一些 他自己種的農產品 包含竹筍 包含番茄 包含地瓜葉 市長 北投士林是農民最多的地方 如果中基市場有機會保留一個部分 讓這一些農民在地的小農 推動我們 產發局在推動的小農市局 市長 你是公的一件 也解決了這些小農的這樣子的 這個問題 市長 這個議題呢 有兩個 這個請市長幫忙研究的 第一個 網球場 網後移 蓋在我們的所謂的 黃港溪沒有加蓋的地方 第二個 把網球場的地方 除了蓋中基市場之外呢 留一個部分做泡腳池 第三個 我們的中基市場 留一個部分下來 讓小農們 可以在那裡 推動小農市局市長 可以嗎 這個要帶回去 這個要算 算蓋戶還是蔡富的 沒有 這個部分大概是 這部分大概是 怎樣 這部分大概議座 這邊大概說明 你剛才你的針對於這個 北投中基市場 大概有這三個訴求 那麼呢 針對於就是說 這個三個訴求裡面的 前兩項大概都是跟規劃設計有關 第一個就是網球場往下移 要設計一個泡腳池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中基我不要全拆 拆了一部分 等一下這部分大概都跟設計有關 第三個部分呢 小農市局的這個部分 在這邊可能要先做一點說明 就是說 因為小農市局呢 基本上它雖然是小農 那如果一到日都擺的話 可能 可能 就會跟裡面的一些攤販產生的衝突 跟北投市場的攤販產生的衝突 市長 我們可以 你沒有擺他也在外面擺啊 那你去開單 不是 輔導小農這部分呢 大概也是一個方向 但是我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呢就是 第一個他是小農嘛 那他也不可能一到日他每天都下來 所以說 所以空間你不用留很大給他 對對對 你不用全部留 所以我們可能想個就是說 把這三個議題呢 還有一併的也帶回去 市長可不可以研議一下 市長可不可以研議一下 好這樣好了 我們那個 我們市府有個市場改建計畫 不能要併入那個市場改建計畫 一包一包處理 好 所以市長你是哪一個人當PM 彭霧 彭霧當PM 好 併入那個 我們台北市的市場改建計畫 然後你們提計畫 把議長的意見先收集起來 我們再進市府討論 好 最後齁 三位請回那個處長請 那個工業處處長請留下 那個我們PPT 因為時間來不及 來市長 來PPT下來 天母的那個共榮市公園 天母那一個 好 市長 這是我們體育局做的 夢想樂園 這個 市長 非常多的小朋友很愛去 我這兩天呢 雖然我小朋友很大了 我也特別去看了一下 這個公園呢 比其他的公園還要多人 還要多人 還要多人游棄 還要多人喜歡去 市長你知道有什麼嗎 共榮市游棄比較好玩 沒有啊 共榮市有很多 有很多的地方都有 台北市公園處做了很多啊 而且每一年都有規劃 市長 市長你知道這個為什麼 很多人去很多人愛嗎 不曉得 好 放一個那個八爪魚的那個 市長 市長 這個如果你的小朋友還小 你帶他去他也會很開心啊 市長我要表達的意思是 來七言一號公園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 我們市府還有這個公園處在推動 所謂的我們的這個共榮市公園 已經推動很成功 而且每一個 每一個年度都有安排一個計畫 但是市長 缺乏像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 共榮市的公園 做成台北市的這個特色 幾點五 六零東 要整個 整個做 做一個大的 就是 就是 你做很多的 公園處跟市長都做很多 小小小小小很多做 但是呢 那個不會吸引太多人 那 本席的意思是說 剛剛給市長看那個 體育局那個呢 是因為他腹地夠大 他有特殊性 所以 很多人他會來朝聖 他會從巴黎五谷 襄林的這個縣市跑過來 來這邊玩 也變成帶動地方的一個觀光 跟帶動他的一些商業的契機 市長 這個是 我家旁邊的一個奇岩 的一個醫藥公園 腹地非常的大 可以 來規劃成 因為現在齁 他都是綠帶比較多 可以來規劃成一個大型的共榮市公園 市長 可不可以 來幫我們完成 不好意思 目前他這個奇岩一號公園 他目前也有遊戲場是舊的 比較小 對 他只有大概佔地200平方公尺 對 那我們之前大概有評估 旁邊的腹地可以再加進去 大概也可以只能拓展到大概300多 那如果說要照一座的意思 再去做更大的 那可能 大型一點了 不要多 你們都是小小的做 其實我調了很多資料 因為時間上來不及 市長 市長 處長 可不可以評估做一個比較有特色的 在這個奇岩一號公園 可以嗎 我們待會去研議 市長 好 時間暫停 好 謝謝 請回 市長好 我相信你的家庭一定是 非常團結和諧的家庭 我要按你的爸爸媽媽 跟你們太太發言 那我相信你是非常尊重女性 我剛剛看 你兩個小時前還PO一個臉書 你知道嗎 又PO了 是你 你PTT嗎 你是PTT俱樂部的議員 沒有了 PTT你聽到嗎 我知道 不是 我也是啦 告訴你 既然你是PTT的議員 然後也尊重女性 也尊重夫人 那你昨天為什麼回去還叫他 少PO一點 他就不理你 該說也要說 你不是PO的不帶不起來 沒關係 你還要告訴他 他的心聲 你為什麼 你會為你好啊 但是說影響到 你會怕 因為他的發言會影響到 你的支持度 還是對市府的滿意度嗎 不是啦 不是說什麼支持度滿意度 因為時機不對你知道嗎 現在陳時中優先你知道嗎 時機不對 那他講的是他專業的話 也沒有錯啊 你看我昨天 我就很佩服昨天陳奕州的勇氣 人敢說 你不敢嗎 但是喔 你能量越大被反彈就越大 我們可能能量沒那麼大 所以我盡量不在蝙蜀上齁 只寫詩文 不PO正式的語文 或者我活動的照片 或者我會堪協調的紀錄 所以你不要阻擋他 因為他是為你好啊 他講的也沒有錯啊 你不要怕為了影響市府 因為目前疫情 你看行政院 十萬個讚 對啊 超過十萬個讚了 但是喔 我是覺得兩點經以前 奇怪 你要來議會北巡 沒有沒有 我在 我在那個 你叫什麼POE 沒有沒有 我中府去那個 去桃園黏香 回來的時候就寫 對啦 你不要怕什麼影響 反正喔 我也是覺得 台北市 我要承認台北市首都 是震驚中心 市民的要求度高 公務人員的素質很高 簡單容易的問題 當然迎刃而解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市民的要求高 然後 這個 公民意志 抬頭的力量也高 然後全國 市府的所有的作為 全國政府跟人民都在看 有時候是標竿 有時候會變成一個誹謗的工具 所以當我們公務人員素質 高的時候 真的這麼高的時候 往往對於困難的問題 標準不一致 有時候左右喔 意見非常分歧 上下咧 觀念也不一樣 說法也不一樣 做法也不同 所以就變成 讓一個案件 最後影響到是人民的權益 損失的是人民的利益 是因為你們 拖太久 意見太多 這也影響到你的支持度 也影響到市府的滿意度 所以台北市民不一樣 就是按 當日米市長開始 按媽媽給學隆兵和你 他們都歷經 歷經 他的支持度 滿意度的起伏 高高低低 差距不能 超級三十四十 你可能在二十趴裡面 移動 如果你再 降到二十趴以下 那就不對了 就是說我現在是七十 結果 沒多久以後變五十 甚至 沒有 再沒有 沒辦法再反彈 所以台北市民 我覺得 六都裡面 怎麼 你一天做兩天用呢 你一天做兩天用呢 這麼努力在工作 但為什麼你是六都最差 那你只能 有時候要安慰自己 啊我逼一股你低四趴啊 那半年你又回來了 你也要同步還到六十趴以上 因為你 離你的任期越來越近 所以我常 我常在講 包括都市更新啊 我一直在嚴重的懷疑說 你們有推動都市更新 危老 甚至海沙屋改建的決心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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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們話講的啊 好 我現在跟你講 說好的居住安全呢 內湖荷家灣社區九二一地震 以後 這才二零一六年的事啊 柯市府切斷全區的水電瓦斯 是否強制拆除 是沒有 那現在應該強制拆除了是不是 快點回答 有沒有強制拆除了 不是 快 時間暫停 已經強制拆除了 已經拆了嘛 重點是最後一句話 柯文哲表示 市府要確保居住安全 若讓人民繼續住 才是政府的實質 對嗎 對 好 下一張 這是 有一些海沙戶的現況 就是這樣 這樣的屋況 你敢住嗎 但是你們有很多的 措施啊 懲罰的措施啊 罰款的措施啊 第一個你可以斷水斷電啊 強制他出去啊 然後 先斷水斷電 然後再強制拆除 期限呢 到現在 你們強制拆除了幾件 不好意思喔 市長上任以後 強制拆除已經有事件了 事件 事件 事件都是因為快好了 事件都是因為快好了 不是因為他非常嚴重 你強制拆除 再來 下一張 好沒關係 這嚴壽國宅哀區啊 經歷了這個市長 你去拆除的典禮 你去拆除所以你知道 這個 實施者進場快九年了 然後有三戶不同一戶對不對 這是因為政府的介入 再協調半年 所以也沒有強制拆除 也沒有實斷水斷電 因為 作為用不大 但是啊 時間拖了九年 本來是七成 兩百零三戶 那確定了海灘屋 經過了九年 以後是二十四成 崗古大樓 兩百九十戶 好再下一張 這個是 等了十年啊 北市海灘屋全家福社區 在文山區啊 開拆 住戶喊話 市府 要再快 再好 也是十年耶 五戰儲三戶 八十戶 經過十年 開拆了 地下室四層樓 地上二十三層樓 你看很好啊 但是經過十年 經過十年 再下一個 我剛剛講的嚴獸是因為 我們政府介入 對不對 半年 終於點頭 那是因為才三戶耶 這個是在 路舊啦 好有機齁齁 他們是自己 自主更新 然後 合力啊 把不同意的三戶啊 買來 那如果要買給你呢 他是合力把它買下來 然後本來是三棟五層樓高的三十戶的海沙屋 那現在要改建變地下三層 地上十三層 三十六戶 那我講的這個 好再下來 右鷹 下一張 右鷹 你們積極推動海沙屋的重建 然後訊行劃定了十九處的都市更新區域 十九處 所以使門檻降低 本來八十 現在五十就可以了 那是我們方丁安在當處長的時候 他毅然決然 訊行的劃定 極度危險的 包括海沙屋 要 強制拆除的 讓他們的門檻迅速降低 有的現在事業計畫 已經送來了 都市更對不對 十九處四點五六公里 像基隆路那個叫什麼 黃家民工嘛 一百四十戶啊 送來了 纏鬥了八年 我都在處理 後來 訊行劃定了以後 他已經到快八成了 結果纏鬥了八年 現在 已經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黃家民工 那林江市場對面 你們經常發錢喔 我是說你們經常發錢喔 你怎麼發錢 同意的也給人家罰 這是按照 沒辦法通過自治條例 就規定 你不同意也給人家罰 然後 店面喔 纏鬥了八年 你叫他不能租 租罰三次一次十萬 對嗎 罰三次是要斷水斷電 他只要去金屬 他只要貸款 又金店面 你自己罰 罰到最後 已經有的快到第三次囉 半年他沒辦法 做好人 他要怎麼行進 他全部都是同意付的 你罰 雖然不同意你也罰 同意你也罰 不同意罰到三萬 對嗎 六千到三萬 對嗎 合理嗎 搬出去的 他要去租房 中紀司長 他要去租房 他要去租房 他要入租金 政府沒有補租 但是 他同意付他搬出去 這你罰不到 但是沒有房間的 他要貸款的 他同意更新喔 都簽喔 你罰他 你罰不同意的沒關係 你罰我同意配合你都更的 你給人家罰 有道理嗎 這是自治條例的規定 你們要不要修正 發揮座主要還是公共安全 因為海燒認定以後 兩年內就要停止死 那你為什麼不在區縣裡面 給他強制拆除 對不對 那三年內要自行拆除 市長你聽到有沒有 我明明 一開始 我知道我這個危險的海燒 不能住 我要配合 要同意都市更新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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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們 我同意你們 你還罰我 你罰不同意的沒關係啊 不同意都市更新的 不同意改建的 你罰他沒關係 按照 就是你連 人家董事要去的 你如果從哪裡發揮 啊連續罰 一次罰 剛剛我講的店面 好沒關係啊 那你給我一個期限 市長 你給我一個期限 嚴重 你已經強制規定 有幾處 總共 有五十三件 齁 強制要拆除了 市長有五十三件 有一百七十八棟 有三千兩百四十七戶 你看 你跳幾間 四間 啊吉他要怎樣 吉他要怎樣 你們就一直罰 一直罰 同意的也罰 不同意罰就是 是對的 那同意的為什麼要罰 因為你給人家拖多 照你們自訂的遊戲規則來走喔 既定的法律 向前行喔 你們百般出牢 港島 都怕人賺太多 他幫你們解決問題 幫你們整合住戶 花了大量的時間跟金錢 照你們的遊戲規則走 照你們既定法律來嚴審 結果你們都讀 你說什麼 喔 旁邊的幾間地 還有幾間家 海鯊有 這建築也是母 你插人怎樣母 你看實施者 人要怎樣母 人按照你的遊戲規則 把你們整合 把你們解決都市更新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些人 你政府推動的了嗎 我講的是不是 那是你們定的法令 好接下來 接下來 我講技術法規 現在海鯊屋 都更 跟圍老 為什麼說容積率是假議題 你們有兩套標準 導致改建延宕 居民權益受損 嚴重影響圍老的意願 為什麼 你給他的容積獎勵 用也用不完 所以他就沒有意願 尤其對於圍老的部分 好 建築技術規則 中央全國一致性的法規 這個陰影的高度 就是容積高度管制 是1比3.6 對不對 現在 我們台北市的 都 土地使用區分管制制製條例 還有針對 海沙戶的制製條例 還有針對都市更新的制製條例 你們 是不是改為1比5 放寬的1比5 有沒有 多更還是1比5沒錯 什麼 講啊 我們聽清楚 多更是1比5 對不對 你們改了 好 現在送來的案件 請問 你們是按照中央法規 就是按照建築技術規則 你們是用1比3.6 給他們 還是用到我們現行放寬 高度1比5 來給他們 陳議員這我講一下 這最近我們有 為了這個 趙快一次會議 那也請 一進署來 那一進署在 上一次的那個 那個解釋是有問題 他自己也是有問題 因為 現在是規定說 你在都市計畫裡面 有規定的 要優先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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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 圖管的規定 所以 建築技術規則的 第164條 那個是 那個是有問題 所以最近 那個一進署會 好 1比3.6有問題 是一進署自己講的 是 那這個建築技術規則 存不存在 全國一致性的這個高度 存不存在 好 那我問你 現在我送進去的圍繞 或者都市更新 或者海沙屋 這個高度 就是陰影 按長度乘以跨度 道路的長度 可以乘以寬度的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就是 不要遮陽 的陰影 來放寬容積獎勵 你們現在說 1比5 現在所有送進來的案件 你們是用1比3.6 還是1比5給他 他不同法系 所以你都更還是要受 基礎規則1比3.6的限制 那現在就是要研議 能不能說 因為都市計畫已經規定了 我們台北市都改囉 無視於中央 是因為中央 這是160 是因為 100 下一張 因為中央 因為中央 第160條 實施融資管制地區是建築設計 除都市計畫法令 或都市計畫書圖 另有規定外 依本商規定 所以說 我們現在 就用都市計畫法令 這一條 對 跟都市計畫書圖 所以我們改了我們台北市的 這些自治條例 對不對 所以 圖管的自治條例 我剛剛講說 銀進署 他知道 他知道這個錯誤 靜警 之前 現在這個用1比5 在1比5 以前 送進來的都更為老 你們用什麼 是不是用1比3點 以前應該是用1比3點6的 對 也要設1比3點6的限制 兩個都要符合 如果 現在你們用1比5 他們是不是要重新 重送 計畫 如果在審議中 是不是要重新送計畫 是不是曠日費時更久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講 他們要重新送計畫 因為差別很大啊 好 從現在 你們現在 還在審核的 你們是用1 1比5還是1比3點6 才有辦法拿到你們的獎勵容積 目前因為 剛開過專家學者會議 所以目前兩個還是要都符合才能 核准 兩個都符合 你要到底准哪一個啦 怎麼有兩個 那你就表示把那個案件還放在那邊 沒辦法 6米樓 8米樓 那月樓 那公務 因為這個1比3點6啊 因為這個1比3點6的建築技術規則的規定 都沒辦法 他們就沒了 所以我講一下齁 就是雲建築有答應說回去 他回去修正那個 答應 如果他 如果他 回來的公文不一樣呢 或者他不回我們公文呢 會啦 他有答應 因為上次我們有開這個會 他那個告知人有親自 哪時候要回 沒有你放在這 上次是4 5月13號 所以啊 人民權益就是因為這樣受到 過去都1比3 3點6 對 你們核准1比3點6 你們現在給他開放到1比3點5 是因為你們找到法條 是 建築規則的第160條 如果 我們就等待那個新的環境修正 來的以後 我們就照新的規定 那我現在送進你所有的圍繞案件 都根的案件 甚至海沙戶的案件 請問你是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你現在是兩岸來檢討嗎 兩岸併程來檢討嗎 對啦 目前就是 兩岸檢討 但是 我們現在就吹那個研究所 儘快把那個修正的 你再等中央 你在等中央 人家新北市為什麼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要等中央 既然有160條解套了 我們也自治法令 議員提案對不對 你們把我們圖管條例 我們今天也有提案啊 反正你們把圖管條例 包括 高率離子的 對不對 都市更新的 一定 高 放寬 限制高度為1比5 對不對 可是你們現在的做法 我就說曠日廢時 你們可以大刀闊斧 有法令依據 你們居然 現在把案子還擺在那邊 那你容積獎勵就是假的嘛 你容積獎勵就是假的嘛 外座還是 其實要看基地啦 你如果基地大其實是不受這兩個 所以你現在同時審查的案件 你是不是一個案件 同時有1比3.6的 檢討嘛 有1比5的 但是結果只有一個嘛 你不可能 有的核准 你要快啊 有的核准是1比3.6 按照情形 這個情形要給他1比3.6 啊這個情形要給他1比5 余作我們現在已經核准 174件的重建計畫 其實 所以法令我是覺得還是沒有問題啦 對110之間的 它的高度比是多少 它目前是兩個都有檢討 這是符合的 就是 那核准的嗎 兩個同時核准 對對對 174件都是同樣的 就是1比3.6也核准 1比5的也核准 那是什麼意思 我想要用1比3.6高度比 還是 就是兩個不同的法系 目前都還是要核准 那你為什麼不准1比5咧 但是因為技術規則 他目前還是在啊 那現在 他現在是要求說 兩個有重複 能不能去檢討 技術規則還是在啊 那你為什麼可以定 超過技術規則的條例 就表示有160條嘛 那你去問 你去問 銀建署 欸 局長你銀建署副署長 你不要聽 你現在中央說 中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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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影響到全市的都根欸 影響到全市的都根欸 為老你根本就 人家賣了啦 你沒解套人家賣了啦 還三位也賣了啦 光這個陰影日照的問題 他的融機就沒有 看得到 用不到嘛 你給他融資獎勵 那獎勵就是假議題了嘛 所以 市長 是不是這個 市長 只要破例就可以解決了嘛 就好像你剛上任之初啦 你的破例度 支出 你採取中校西路 滿意度支持度都達到最高點 這個你們立即可以來做 你兩套標準 兩套模式 這樣是不對的 市長 你的看法咧 市長你的看法咧 這個 標準只有一套嘛 對啦這個我們最近就會 會依照新的規定 好不好 好 謝謝 標準只有一套 沒有兩套標準 同時審議的 沒有兩套模式讓你選擇的 既然我們站的住腳 法站的住腳 中央也有解釋 你們可以依照一百六十條來做 所以你敢在台北市的土龍管制條例 你做的修正 很多做的修正 你敢這樣做就表示 必須要去做嘛 好 第二質詢組 質詢結束 我們休息到3點5時